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千万人都被杀了 股脂肪都被人身体脱了 还在温暖 新闻头条首先带您来聚焦 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以及加拿大前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在2月5号出席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举行的 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 加拿大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正在起草相关的法案 要求国会立法制止中共的活摘恶行 请看本台记者来自沃太华国会山庄的报道 一个多小时的听证会上 国会议员们对乔高和麦塔斯的证词表示出了高度信任 包括律师出身的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 提升了更多证识 về因素 尤其要件事和在中国的食物 中国政府拒絕这证据的证据 还没有做 我说今天 直到这样的时间 当中国政府拒絕这证据 这证据的证据 这证据的证据 我们继续了准备的证据证据证据的证据 任何政府会让它们的名字 在证据这些证据 这些证据的证据是不错的 他们的证据是不错的 自2006年活摘器官报告发表 乔高和麦塔斯一直致力于呼吁加拿大和国际社会早日采取行动 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我们必须再看更多 如果他们的证据是有证据 这就不足够 我愿意再看更多证据 我愿意预计 我愿意预计 预计 这群续可以预计 预计 我愿意预计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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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ase that has been put forward by David Madis and David Kilgore stands. I just want to mention parenthetically that I am preparing a private member's bill along the lines that you have indicated and will consult with you in that regard so that we can put forward an exemplary private member's bill in that regard. 新常人记者乔安 加拿大外太华报道